我不是让你好好带着别乱动吗 怎么这么听话 丽丝 怎么了 你知道这里面的人是谁吗 我还没有问出来 你稍等 按摩指的 不必问了 怎么了 哪里不对劲 她是我妈妈 什么 我妈妈 她是我妈妈 顾连衣 前超多公主 她为什么躺着 你告诉我 她为什么躺着 她睡着了是不是 那我现在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我不要吵到她 我该怎么办 萧义已磨正了 别哭 是好事 你母亲依然那样温柔安详 用你自己最好的一面 去面对她 妈妈 我好想你 我以为您去世了 原来您是在这睡着了 睡了便好 我等你醒过来 好吗 你是 小公主 告诉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我妈妈的尸体 从萧家的祖坟里带走的 你真的是小公主 你是小公主 太好了 竹子终于还是保住了你 太好了 说 我才问你话呢 萧家祖坟里 亿亿母亲棺材里的血水 是你们做的 是啊 不过那些血 的确是主子的 当年主子藏身于萧家 得了萧老爷子的庇护 司马老贼登上皇位不久 一时分身伐术 没有对主子赶尽杀绝 不是他有人心 而是因为他需要更大的时间和精力 去稳住他好不容易窃取来的皇位 主子身边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背叛的背叛 最后剩下的 就只有我们这一只了 我是主子身边的老嬷嬷 从小 他便是我奶大的 他走之前 将自己最后的一只势力 分了一半来保护我 我一个老婆子 命又不值钱 死了便死了 领着人赶紧追上主子 可那是主子在萧老爷子的庇护下 生活得田径安稳 我便没有打扰 我们的人 也只是在周围保护 并且遍寻天下名医 可是连萧老爷子 当时最鼎盛时期的势力 以及人脉 都寻不到能够回天的医生 我们又怎么能行呢 我这一身的医术 还是跟在公主身边才学的 我也无能为力 只能一天天地看着主子 损耗自己 他先去了 我以为我可以放下 可是连着几页手 在公主墓前 我总心里不安定 而公主生前的部下 坚持要让公主回国 再后来 我们打算连棺材一并带走 我们打算连棺材一并带走